我们不做传统的银行 我们做的是供应链金融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将来 我们可以提供给客户越来越多 更多的一站式的服务 郭董这回先不做代工打造 供应链金融跨足大陆金融服务 放款给旗下供应链 一旦决定做的事情 头可断血可流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鸿海已在大陆成立六家金融服务公司 向一百家电子产品零组件供应商 提供贷款和融资服务 交易规模已经高达新台币50亿元 它掌握到了一些全世界大客户的订单 所以它等于是做一种叫做 企业供应链上面的这种融资性的平台 就类似大陆融资公司专家指出 鸿海金融服务收益率可以高达10% 小客户的实质收益率也可以高达20% 赚取庞大利差 金融这个产业在大陆市场大到顶点 但是它也最需要被颠覆 那我们台湾卡在这里 反而是有点帮手帮脚 跟在阿里巴巴腾讯之后 鸿海抢进分时大陆金融市场 但专家却点出鸿海现金流 恐怕还是步入银行 你是我的供应链 那你有没有办法还款 你的扩敞的能力怎么样 我对你的滴滴的了解程度 可能超过银行 鸿海发下豪宇 未来五年金融服务平台 要启动公开发行 每步棋都可以看出 鸿海扩展版图的野心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播 鸿海扩展版图的名字